我们再来聊一点轻松的话题 聊聊什么 聊聊现在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也不轻松 但是现在似乎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点光明的希望和影子 雷蒙多昨天我们对于他本人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包括他在罗德岛的经历 包括他从一位律师跨界到投资 再跨界到政府 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 包括外界对于他的评价 特别是人人都爱雷蒙多 雷蒙多身上到底有怎样的魅力 那如果大家对于雷蒙多本人感兴趣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介绍 雷蒙多这一次在北京待遇不低 不仅仅是见到了副总理何立峰 同时也见到了总理李强 而在整个会上的雷蒙多所传达出的信息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 我觉得是比较务实的 在昨天晚些时候我们已经向您报道 中美现在会建立一个有关于出口管制的信息交流机制 主要是解决双方企业的各自关切 并且有助于澄清一些中国和美国在制度市场 以及准入方面的误解 通过这个机制 同时还确定了两国的副部级有关的商务官员 和部长级的官员定期会面的机制 副部级是每一年会两次 部长级是每一年会一次 那么雷蒙多和汪汪汪如果应许这个诺言的话 那么明年还会再会面一次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特别注意到的是今天雷蒙多和李强会面的时候 也就美方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澄清 首先强调美国庆祝中国取得的成就 包括在民生改善 在社会福利上强调美国并不阻碍中国崛起 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但是也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永远不能妥协 释放出的一个我觉得是既清晰表达了美方的立场和利益 但同时也是避免了对于中国的一些刺激 避免了对于中国的一些夸张性的意识形态性的表达 拿捏的分寸我觉得也是相当适宜的 李强这一边释放出的也是比较友好的信息 强调了中美两国合作共赢 整个世界宽阔空间等等等等 有关雷蒙多访华和民先生你怎么看 我今天早上一看到了说忍不屠高 忍不屠高忍不变形忍不翻案 这种词对于我来讲很刺眼 一看到是雷蒙多部长讲的当然是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样一种非常污足的 可以说是混乱的 称谱都敌意的这种中美关系中间 还有这样一个正常的李强 一个正常的雷蒙多真的是不错 中美关系现在的中国的意识形态 民策主义极端思潮 我们是非常的厌恶 但是呢要把中国这种极端的思潮 就是因为由于中国的崛起 是面临着某一些挑战 美国怎么去调整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怎么样美国拿入到更有利于 美国的价值美国的利益的方向的发展 而不是又重新建立一个敌人 这个在美国的政坛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甚至具有某一种不讨论性 什么叫不讨论性 就是反正只要骂中国 只要去把中国的问题给夸大 一方面把中国讲成好像很快就要崩溃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把中国讲成要对美国差异点毁掉了 这两种集中思潮反应呢 就算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国家 这么强大的国家 这么应该有一些信心和定力 来面对另一个国家的发展的那种状况 我还是觉得非常值得大家仔细思考 但是我为什么对中美关系实际是有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呢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中美关系和当年的冷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关系 也跟热战是一个不同的关系 所谓热战不同的关系就是说 中美之间谁也变牛 谁也吃不掉水 谁也没有胆量吃掉水 谁也没有能力吃掉水 更重要的是 谁也没有准备去吃掉水 不会想到美国会登陆上海 也不会想象中国的军队会登陆下午一 不是像这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韩战时候的 岳战时候的那种意识形态的一种夸张的第一的一个基础 另外就是跟冷战时候不同 就是当时候的苏联从一个美好的一个浪漫化的计划经济 强有力的科技发展 后来走向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对立 其实一方面大家很清楚于这个柏林墙 也不知道柏林墙本身也是一个对这个苏联东欧体系的一个巩固 那么现在今天即算是西方有一些势力也想重新建立这么一个柏林墙 但是现实社会已经不是这样了 中国和全世界的基纳罗斯国家的关系 并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 而是建立在一个经济的交往之上 而经济的交往 经济的发展是每一个国家 或者是基纳罗斯的国家 现在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因为有经济的主导 没办法去从中美之间根本对立起来 因为否则的话会出现一个全世界都跟中国在做声音 跟欧洲 跟南美 跟非洲 跟东南亚 诶 都都跟美国做声音 那不把美国变成一个孤岛了吗 还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孤岛了 你从这个逻辑上推理下去 你就认为这件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除非你真的是想自杀 你除非就想我就成为一个霸主 但是呢 我是孤独一战 对不对 我怎么样 我相信美国的老百姓 美国的民间 连美国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 完全是郑开明的想象 而反过来讲 中国也是这样 现在这种极端的仇美主义 极端的这种对美国的伤害攻击 被美国的敌意的夸大 也是中国的一种战时的政治现象 这种政治的爬童 这种恶劣的状况 文革的时候也出现过 郑小平时候也出现过反自由化啊 青春经常污染啊 每一个变革的前线都会有这种政治极端主义 我觉得两国之间的极端主义 其实在现实面前 他们最终是没有力量的 最终没有力量 中美之间的某一种合作 哪怕在各自的国家安全框架和各自利益的情况之下 合作也是必要的 所以雷王多部长讲的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话 他不是说美国和中国不请求偷告 是不请求 这个容易不偷告 而且强调的是赞扬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以来说呢 我们不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 具体来讲 那是另外一种事情 就是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那是天津利益的 这无可不议的 但是美国在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的目标 是不是要打压经济的发展 或者能不能打压 其实我们都看得清楚 我认为是能够做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小的 如果你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发展方面 我认为才是未来的 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方向 目前这种念全球化也好啊 高度的意识形态出看的对方也好 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时期 或者是在某一些国家的一些政客的一些行为 它并不真正会成为人类的主流 那我来补充一个这个雷蒙多 你们我们之前都没有提到的 他受到的另外一场盛大的欢迎 这是什么盛大的欢迎呢 今天早上我后来想了一下 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在北京时间的8月29日 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在北京时间的8月29日 在毫无提前预告的情况下 华为推出了他们的这个Mate60 Pro手机 是在毫无预告毫无宣发的情况下 是提前销售了他们最新的一个最高级 最旗舰的手机 那网友最先拿到这个手机的网名 就到手测试了一下 确认这个手机确实是有5G功能 有授权体验店的这些宣传的材料啊海报啊 也有说到这是一个5G的手机 这个是出乎很多包括经济观察家 以及这个科学相关的媒体的一些认知 或者是出完全出乎意料的一件事 大家都说啊 这个华为怎么一点预告都没有啊 非要抢先发在这个时间 发布他们自己的旗舰手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雷蒙多 大家可能觉得很很想不通 为什么华为发布这个手机 跟雷蒙多访华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看一条旧新闻 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啊 放上啊 认为这个事情是有逻辑的 时间回到2011年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 罗伯特·盖茨是访问中国 那他在访问中国期间啊 也发生了一件这个出乎他意料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中国有一个很先进的这个隐 隐形战斗机首次是非成功 这个是发生的发生在2011年的1月11日 当时是这个罗伯特·盖茨是在这个跟胡锦 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见面 那在胡锦涛再跟他聊聊了一段时间之后 跟他就说啊这个啊我们有一个隐隐形的飞机啊 这个首飞成功了 罗伯特·盖茨就有一点点震惊说这个完全为这个是冲着我来的吗 还是啊你们有什么这个颜外这个悬外之音 那胡锦涛就跟他解释啊这个是预定的科学测试啊 本来就定好了在这一天要是非 那后来呢盖罗伯特·盖茨在他的一本回忆录叫这个责任或者说职责啊 英文叫Duty这个回忆录里面就说他不相信胡锦涛的解释 就是盖茨可能认为定在这一天是非的这个隐形飞机 中国的这个隐形飞机 剑20啊就是啊展示给为了要展示给罗伯特·盖茨看的那再回到现在的2023年的8月华为是突然宣布了他们的这个啊重新可以生产并销售5G手机了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啊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发售是不是也是为啊雷蒙多而准备的雷蒙多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是不是也会带着一个华为最新的5G手机作为啊伴手礼呢这个我很好奇 好谢谢小杨啊虽然是开一个玩笑但的确是今天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那么之前呢我们在采访一些专业人士说他们也特别讲到了华为的创新能力这个外界啊对于华为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啊对于特别是之前的孟晚舟女士的事件还一度成为一个真正的外交上的危机也是各方评述不一但是华为是不是可能在手机芯片赛道上啊真的是成为了中国 自主创新的某一些典型呢那么其实很多投资界还是很抗好华为的实际的本土创新能力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另外啊盘古系的这样的一款大型语言处理的芯片 现在呢也有很多国内的投资界人士啊可以说是摩拳擦掌认为在美国对于中国进行高级芯片封锁的情况下华为呀在竞争对手中是最有可能在LM语言处理芯片能力方面一马当先成为为中国的人工智能赋能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啊当然到底能不能够做到现在就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 好